新加坡聯合組報道 中國官方上星期五發布的數據顯示 內地2022年的結婚人數是683萬3千隊 在2013年達到1346萬9千隊的高峰之後 連續9年下滑 2019年跌破1千萬隊 下降趨勢在疫情之後顯著加速 2020年和2021年分別跌破900萬和800萬隊 2022年就首次跌破700萬隊 分析認為結婚不止是因為愛情 亦都是市民尋求更穩定生活的一種方式 而這個過程中 必須對自己的生活有足夠的安定感 但過去幾年 內地嚴密的防疫政策 令到市民強烈感受到生活的不安定感 加上疫情之後 處於適婚年齡的年輕人 面對經濟和就業前景不樂觀的局面 這些因素都會影響年輕人結婚的意願 有輿論認為在疫情鬆綁之後 內地結婚人數銳減的情況有可能緩和 分析認為內地結婚人數銳減和疫情 適婚人數減少 婚育年齡推遲 以及思想觀念變化等等的因素有關 情況會不會在疫情之後緩解 仍然有待觀察 內地經濟的變動 亦都是其中最重要的因素之一 如果內地經濟持續改善並穩定下來 結婚登記數下跌的速度可能會放慢 但整體結婚人數下滑的趨勢 就不太可能扭轉 為了鼓勵結婚生子 內地各地方政府過去幾年密集推出鼓勵措施 當局6月1號起 就開放北京、天津、河北、內蒙古等 21個省和自治區 實施居民結婚登記和離婚登記 跨省通辦試點 辦理手續更加方便快捷 好了 節目時間來到這裡 多謝收看